我相信行重慶都應該沒有哪幾個遊客 好像我那樣走的 那麼愚蠢 重慶的高大上呢 就已經走了 我覺得都是差不多 走一下重慶的山城 老街老河 我去旅行呢 就什麼都可以的 可以喝酒 可以山山水水 可以走這些街 但是商場呢 我就問些 其實走這些街 都很好感覺 後面在修緝 搞一個什麼 山盛行新年主題展 不知道是農曆新年還是西人新年 一直到農曆新年的 我現在呢 都不知道自己走了去哪裡 都是亂兜亂兜 什麼導航那些都沒有看 我覺得這樣才是 自由行 旅行應該是這樣的 因為你在自己 自己的地方 又不用怕 擔心些什麼 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 全世界最安全的國家 天氣好 有天氣好的好 天氣不好 有天氣不好的好 天氣好 一定很多人跟我逼的 現在天氣不好呢 又是可以包 又是包不落著雨 都挺好感覺的 好像荒廢了 探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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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中國人不怕外國僵屍 不過都 探險 可能打仗 事件炸爛了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沒有 好 剛才問了一個當地的阿叔 行山的阿叔 他說 這條路是沿越山邊 走到長江大橋那邊 但我又想走一些橫街的紮行 走回去橫街的紮行 對我來說這些小巷 更好感覺 比昨天的高樓大廈更好感覺 因為我們本身生活在城市的人 對於高樓大廈已經是無感的 無感 走一下這些小巷 就是因為 它是真是 細心經營過 是修飾過的小巷 是真是不錯 廣州很少的 好少的 黎灣區那些 很多都很爛 永慶坊 但永慶坊沒有這麼大規模 不錯 來到重慶的話 應該要走一下這些小巷 叫做 山城 那一段 風道 川島 空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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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快就走完了 雖然大家看得很快 但是我走到頗多久 慢慢繞,慢慢拍 現在走到剛才那裡 穿過去長江大橋 這個叫重慶長江大橋 然後今晚上山 去另外一個 古鎮 古街 再繞一下 又是包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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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頂那裡 走下來 去那邊的山頂 如果大家平時有看我的影片 知道我出去旅行 最喜歡踩單車 但是在重慶這個城市 不行的 全部樓梯卡 又上車又下車 踩單車 這個人會瘋的 會死的 步行 當然你坐車也可以 但是我覺得這樣才是 償良一個城市 最好的方法 或者是方式 去那邊的 這條叫做王國鴨老街 都頗漂亮 應該就是新的復古的老街 又沒有人 又包橋 頗漂亮 三毛這個女人 我就一般的 首先她的名字 我不太喜歡 因為我覺得 三毛 跟我們說 她叫做四溝 或者四吊 都是差不多 那麼難聽 還要收十元門票 但是 這個泳池 如果夏天 在這裡裝B 就一流了 這條街 我覺得這條街 雖然現在是 店鋪 沒什麼怎麼開 人類的 很少 但是我覺得 遲早旺 所以如果近段時間 來重慶的朋友 快點過來 當它一旺的時候 就好像遲氣 那麼多人 那時候去就沒什麼意思了 因為這條街 很窄的 你看 當然這裡是最窄的地方 寬的地方 寬的地方在前面 這樣人多 你走這些街 就沒有感覺了 因為我覺得 它真的製作得挺漂亮的 整條街 是製作得很有特色的 遲早旺 所以 近段時間來 就進回來了 因為到時候 一多人就不好玩了 好累啊 好累啊 難得找到一個位置 可以坐一下休息 最壞 今天下雨 到處都濕落落 你不可以隨便坐 坐可以 一坐下去 就像泥水一樣 趁這個機會 講一個題外話 前兩天發了一段影片 就在成多的歡摘行指 有些朋友說 有朋友在餐廳室內吃煙 指責這些行為 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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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說這個行為 好還是不好 但你要知道 其實 這個世界 這個社會 不是說 大家想像的 很多地方 你認為不合理 不合法的東西 在當地 是合理 合規合法的 例如這個 室內吃煙 在全國 絕大部分的城市 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 有些人說 你可以不吃的 理素質哥 你可以不吃的 那是可以的 但是 要明白 你隔壁左右 當地人 也好 遊客也好 不斷在那裡 明明是可以吃的 你為什麼要 這麼虛偽 假裝了東西 不吃呢 對吧 為什麼我這麼喜歡出去旅行 除了玩 可以放鬆到自己 休閒 娛樂 之外 你可以 真真正正地去 通過自己的 親身體驗 去感受這個世界 了解一下 你旅遊地方的一些 風土人情 或者雜族 這樣 人家是沒有限制的 是吧 那你就入鄉除族 你對這個世界 就比較了解 不會說 自己 我認為這樣 是不對 這件事就是不對 對吧 你現在看到很多 美國認為 這個地方 怎樣怎樣 那個地方 怎樣怎樣 他認為 就好像 我們國家 即是我們人認為 外國怎樣怎樣 都沒有去過 都沒有去過 就舉個例子 說回 食煙的問題 即是全世界都在這裡吃的時候 你明白嗎 你不吃煙都沒有問題 但你自己是吃煙的 人家全世界在這裡吃 你又不吃 就好像 就說 在街上突然間 不知 為什麼 從天移降 不知幾多百萬幾億 全世界去撿 你裝了東西 你不去撿了 是吧 是吧 先不要理會 你撿了之後 有沒有什麼問題 雖然 我們小時候 家人都教育我們便宜物貪 但我出了社會之後 我學會了一句話 執書行頭 慘過敗家 但我說完 這番話 只是我們這個 粵語頻道才有 普通話沒有 繼續走